ok 这位农民你可以介绍你自己一下吗 你知道我名字 我是潘饼钱 哇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什么地方啊 其实这个 芝芝港是蒸过了蛋 蒸过了蛋啊 哦 ok 看到你这边蛮多榴莲的哦 这边几棵啊 全部大概 哦 这边是六一亩 六一亩啊 大概有几棵啊 两百多棵啊 两百多棵啊 哦 这几年树啊这边啊 这里看到的树 这是介绍20多年了 哦 20多年了 那个芒芒是那个是30多年了 哦 那30多年了 我很大棵了 那我们走一看一下 看着还有点花来 哦 是啊 哇 这边还有花 我们今天在芝芝港啊 有成果了 哦 还有成果啊 啊 ok 呃 这边是用什么肥多的 你们那一半啊 初初的时候我就乱放肥啊 什么肥就都乱放 啊 后来发现到 他介绍了那个那个肥 放下去 ok 了 哦 ok 尤其这个山座啊 放下去要大大力了 哦 你这叫什么肥啊 那个啊 那个是果王肥 那个是山座 我们是推荐的啊 用果王肥啦 哦 是S&D的吗 S&D的对 S&D的啊 那个叫我们的果王啊 好 30多年 ok 这个不错 一定有30多年了 哦 这30多年了啊 你看 那个山座 对啊对啊对啊 看来那么高哦 ok啊 嗯 这个4年左右吧 这个4年 这个才3年哦 哦 3年啊 很高这个 很美很美 哦 你是用那个S&D的清肥吗 对吗 啊 清肥 那个呃 你大概这样大壳啦 我们讲大壳 你要放多少呢 你这 你这一壳 这样大壳哦 啊 通常我会放一个油这样的 哦 一只放一只的这边 一个斗油这样的 哦 ok 那你看三年树美 美不美 哇 三年树哦 从头到尾都是放我们的S&D肥料 出租的时候 不需要放你们就可以了 ok 后来 我记得那个 放了其他的肥料来讲啊 有时 啊 放下去来讲啊 它的效果 效果有时很强 像那个叶子 会黄 哦 会黄掉哦 四季 它厉害了 哦 后来我就 它介绍我 ok 哦 S&D的那个 Premium Green啊 啊 美不美 哦 美不美 你用的那个S&D的Premium Green 用了多久啊 大概啊 哦 差不多两年这样的 哦 用两年啊 哦 老板你就是用这个肥吗 你讲你这个肥 青色这个啊 啊 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是我们一路来用的了啊 哦 这个是什么时候用啊 可以解释一下吗 山豬就它扭口的时候啊 啊 好像降大粒 我们就放放进去了 山豬啊 啊 这个放哪个 放这个 Food King啊 嗯 哦 然后大概一口放多少啊 你这个 如果好像那个大肯啊 啊 我放两斤了 它有特别吗 啊 明头的效果啊 比较大的 现在是 不是以前的 以前我们山豬是一路 没有AB的 然后呢 它放了过后 它味道会讲紫吗 原本啊 不会怎样啊 ok 所以它是有有幼稚的嘛 哦 不是讲哎呀 那些原子肥来讲 就硬硬了 不会了 哦 不会硬硬了啊 啊 放了这个 Food King 啊 就比较说 不会这样硬了 嗨 哈啰 我是 资港啊 农业总会的啊 副制人 我也是 他的代理 我这么推销的 产品给他 啊 这两年 他用的非常满意 所以我们有叫他怎样 除了我卖肥给他 我也叫他怎样用 好像山豬酱 我跟他讲 到了成了冰邦形 小小粒的时候 就要放到Food King 哈 用它苦黄肥 再放多一次 差不多在中间的时候 再来多了 哈 所以他也是很本 今天是他用的很不错啦 ok 呃 这位农民 你可以介绍你自己一下吗 你知道我名字 我是潘兵天 潘兵天啊 也是知识港人吧 啊 我是 江峰天啊 哦 知识港的哈 放了一个月 过了 他就 刚才过了咯 过了 哇 这边有一点那个mini box啊 啊 那个就暮色 好 要打眼药水 黑药水打一下就搞定很快了 好 你看他标出来叶子很美 哈 是放一个叶子的 这个东西 这个放多少还是 放 一点点 一点 那个小碗 小半碗 哦 那放我们的S&D清肥啊 哦 很好很好 ok 收放了S&D的紫肥王 然后就 那个榴莲24就会比较熟的透吗 好 就熟透 就少有少生饭出的问题了 发现就比较低了 它味道可以讲好一点吗 其实我们讲油肌啊 和化学 油肌当然好啊 油肌当然好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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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